過年期間大魚大漏美食當前 對很多人來說 當然一定要好好品嘗一下 最好別攝取太多 真的要避免越吃越胖 各種年菜佳肴 不論是煎的或是煮的 油炸食品更是許多人的最愛 若不節制引發疾病 可就麻煩了 做完健檢之後 務必要回來看報告 很多人做完健檢之後 太忙了都忘了 沒有看報告 等到發現的時候才發現 早知道當初我在幾個月前 甚至一年前就知道這個問題 沒有在追蹤 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這是我們那個建議 一本健檢報告常常 只要你很少有 全部都沒有紅字 因為年紀的變化 這個我們不能算異常 但是這些數據 可能看起來就是紅字 第二個是需要追蹤 第三個是需要立即處理 所以健檢報告 應該要這樣子看 並不是看到紅字 就非常害怕 而是這個紅字 到底是年齡的變化 到底是需要進一步追蹤 或是馬上處理 現在有不少人 一年會做一次健康檢查 主要目的就是要了解 自己健康狀況 不少民眾看著密密麻麻的 健康檢查報告 您知道各項數值意義 代表什麼嗎 跟疾病又有什麼關係 帶你了解 血壓指標收縮壓 正常值小於130 書章壓正常值小於80 血糖指標 糖化血色素 正常值4.0%到5.7% 空腹血糖正常值70到100 飯後血糖正常值小於140 血脂指標 總膽固醇正常值小於200 低密度紫蛋白膽固醇 正常值小於130 三酸甘油脂正常值小於150 高密度紫蛋白膽固醇 男性大於等於40 女性大於等於50 當民眾拿到健檢報告的時候 常常好幾張 甚至一大疊 到底怎麼看 裡面的內容是不是正常 常常會非常困擾 那我個人的建議是 首先先看一下顏色標的 那現在非常的親民 如果有問題的顏色 大部分都有紅色來標的 那第二點善用你健康檢查的醫師 醫師認為民眾看健檢報告時 血球主要看的是白血球 紅血球跟血小板 白血球偏高就有可能是發炎現象 紅血球很重要 還有血色素若偏低 就代表是貧血 有些高階健檢 有時候幾萬塊以上 甚至更貴的 它往往還包含了 像電腦斷層的檢查 以及全身的核磁共振檢查 甚至包含到正子攝影 PET正子攝影 這些大部分都是為了發現 身體很罕見 可是卻有可能躲在身體 某些部分的癌症 或發炎的現象 經過健康檢查之後 然後再過年大吃大喝 反而比不上 想要保持健康 必須從平日健康飲食 與生活習慣做起 再加上一年一次定期健康檢查 了解自己身體狀況 醫師提醒 千萬別因為怕麻煩 忽略健檢 預防剩餘治療 TVBS新聞鄭盛維 焦漢文 蔣志偉 臺北採訪報導